腾讯契运,10月2日选,台奥特人将于3日早上8点作战主场迎战骑士,欧文此前宣布将轮休,尽管如此,绿轩实力依然强大。 骑士8号秀赛克斯顿会迎来季前赛首秀,腾讯体育节时交视频直播半场比赛会员专项,敬请关注,10.3NBA季前赛骑士VS开尔特人比赛看点,东爵入年骑士开启后,詹姆斯时代,这是上赛季东部决赛的重演,不同的是,詹姆斯已经离开骑士家忙了胡人,这是骑士季前赛首场比赛, 他们将就此开启后詹姆斯时代,乐谷是骑士心的当家球星,八号秀赛克斯顿则进负着球队未来的重担。 本来,欧文迎战老东的骑士,他与赛克斯顿的对决,有着一层特殊的意义,但可惜的是,欧文在此前的采访中表态他会选择轮休。 虽然如此,凯尔特人依然强降如云,他们后场的罗奇尔,斯马特等人,都将会考验赛克斯顿。 球星对决,乐福VS霍福得败后詹姆斯时代,乐福将成为骑士的门面,要在进攻端扮演起更为重要的角色,乐福有可能会重新找回当年在森林狼时的风采,打出漂亮的得分,篮板和助攻数据。 同时,经过多年总决赛的洗礼,相信乐福也能更好地率领球队赢球,霍福的英手腕伤势缺席了上一场比赛,但他这场有机会付出,霍福的是凯尔特人战术中的关键一环,他跟乐福的较量,将决定比赛的走势。 另外,凯尔特人,有海沃,这和他图木组成的风险将会考验骑士的防守。 交锋记录,骑士绿军库有胜负骑士和凯尔特人,此前两个赛季都会是东部决赛,尤其是上赛季,两队打到长期才奔出胜负,而在常规赛中,在两队最近的二十次交手中,骑士以十一胜九负的战绩稍稍占优。 赛前言论,骑士主帅谈首发中锋人选骑士,目前已经确定了首发阵容的四个人选,唯独在中锋位置,泰伦卢还在汤普森和小南斯之间犹豫。 在采访中,鲁帅表示他会根据对手,来选择不同的首发中锋,上赛季,小南斯试图努力整场防守对手的大个子,这让他有点精疲力尽。 泰伦卢说道,而新赛季,如果对手有大中锋,我会让唐普森首发,反之,我就会让小南斯先登场,预计两队首发阵容。 骑士,希尔,古德,奥斯曼,勒福和小南斯凯尔特尔人,罗奇尔,乌朗,海卧德,塔图姆和霍福德,小恩。 来一下这elly,heiten里面真的不能拍到 antiqu Вот所在影响的加密和地下的游客里面真的有一条 firearm tro Sh��为是血缠 ном1ゴ形同重 ID Azen的和女郎。 我道德也 know,你没有转眼觉,看不到左右只可就这么容易受到 intéress了 dispatch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